我如果認真起來的話 我如果父母教育我教育不好的話 你覺得你們還能活到現在嗎 如果我是壞小孩 全台北市的人就完蛋了 我之後有個比賽 歡迎齁 任何叫我白痴的人齁 或是看不起我的 來上台跟我打一場 那如果覺得說我只會打架 你等著看我之後研發出來的東西 我看你們會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叫我全部都給我跪舔我 有一大堆人都在講說 孫安佐你是敵英的寶貝兒子 你就是因為被父母溺愛長大 所以呢你才會變成現在這樣 對於這些酸民的言論你怎麼說 我如果認真起來的話 我如果父母教育我教育不好的話 你覺得你們還能活到現在嗎 所以我說純愛戰士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純愛才可以這麼hold住自己咩 我也很愛我們的爸媽 只是我爸媽有時候會做一些事情 會讓我就爸媽 Why 你在我們圍格是非常有名的 畢竟你爸是孫鵬嗎 你媽是敵英嘛 所以我即使上大學還是聽到很多的傳言就說 敵英超級的寵孫安佐 譬如說你所有的東西都要吃有機啊 我爸媽也很暴言格的耶 尤其是我媽 但我媽以前可是會 哇我可能考試考不好會抱貶我的 直接拿到那水管 所以媒體不要再亂報導 我看他一大堆人講說什麼 就是因為你爸媽沒有打罵教育 所以孫安佐今天才會變成這樣 欸他媽是有報導他的你要確定 真的 你爸媽都有打過你 真的 就是打得很兇的那種這樣 尤其我媽超恐怖的 剛剛我以前超怕我媽的這樣 那大家一直在那邊講說什麼 你媽對你很溺愛還是說 你要什麼東西你媽都會買給你嗎 HELL NO 我媽是一個齁 她認為我可以有的東西 她就會塞很多給我 但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我根本不需要那些東西 比如說突然塞給我一個 可能三四萬塊的LV的外套 然後說喔兒子我希望你可以保暖 我就說媽我根本不需要這個 欸媽我可不可以買這個三千塊的玩具 不行 這樣費錢 我就很好奇 你沒有住過我家嗎 嗯 那你沒住過我家 然後你卻好像可以知道我家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I'm like WOW 你是spy嗎 你是間諜嗎 不是嘛 那你們在說什麼東西 我就是看了你的直播 然後你在直播裡面就有講說 你們根本也沒有經歷過你經歷過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多人其實都是抱著一種 就是他們自己覺得很懂 自己是教育專家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分析說 應該要怎麼樣教小孩才是最好的 然後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分析 是因為他們覺得你變成一個壞小孩了 你有覺得你是一個壞小孩嗎 No 就像我剛剛講 如果我是壞小孩 全台北市的人早就完蛋了 二 我很理解我爸媽 因為以前就好像是我們都有無線電 只是我跟他的頻率一直有點對不上 我現在終於調到對的頻率 所以我可以說 媽我要幹嘛 我其實想要做什麼 爸其實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幹嘛這樣 他們終於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我就說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溝通有時候就是要對的頻率 你才可以跟那個人溝通 而不是說你說什麼東西 你覺得他理解 但實際上他可能只理解一半 你要做好最好的溝通就是要他能理解 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 我告訴你你們看著我會怒是因為你們不服氣 有種現場來跟我打一場 我給你們這些算明機會過喔 我之前就曾經說過 早上八點復興公園集合 誰來了 記者去 沒有人來 有啊記者 聊天室繼續啊 拳擊比賽 之後我會有一場 歡迎你們任何人來挑戰我的拳頭 你以為我需要槍嗎 拎X的拳頭就可以把你尬爆了 我之後有個比賽 你們有種就報名 歡迎齁 任何叫我白痴的人齁 或者看不起我的 來上台跟我打一場 如果覺得說我只會打架 我告訴你 你等著看我之後研發出來的東西 我看你們會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 最好全部都可以跪舔我 我告訴你 你可以一次接受那麼多人跪著舔你嗎 你受得了嗎 可以啊 因為這些白痴要跟我道歉啊 我可以做一個完整的精神鑑定科報告 鑑定我是一個正常人 然後我就直接放在你前面說 不然你現在要怎樣 你們這群人有種現場來找我嗎 留言講得很厲害耶齁 唉唷 很厲害嘛 要不要再來一次啊 他們在 我再跟你約一次好不好 他們在留言裡面 要不要來我家附近啊 誰 把這些人都記下來 等一下誰報名要來了 你是輪流一個一個上 還是說你要多人一起上也OK 多人一起上也OK 你可以像葉溫一樣一個打十 也啊 沒有問題 我用運動用我的愛的拳頭 教訓你們一下這樣子 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這樣 但 可以開戰 我跟你說 我之後有拳賽很厲害 用愛的拳頭 好 好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